台灣現在處境很危險啊 面對中共的這個打壓 我們要讓自己更有智慧 更強大 怎麼做 去看苗博雅直播 去黑熊學院上課 然後呢 帶著你的一生的智慧 再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這就是這位網友 給大家提供的解方 我的天啊 原來台派青年是覺得這樣子 我們台灣就可以強大 可以有智慧有未來的 你到底在攻三小朋友啊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耶 你去黑熊學院上課 你也沒有辦法改變這個Bruno Mars 他在微博上面 寫中國台灣的事實啊 他下次如果再來開演唱會 他還是會寫中國台灣的 哥哥給你一個解放 而且真有用 只要我們接受九二共識 他可以大聲的講 我愛台灣哦 他在這個微博上面直接講 我愛台灣棒棒的 然後台灣空間大一點 模糊的空間大一點 好不好 這個比你看阿苗的直播 比你去黑熊學院上課 有用一百倍 相信我 我這個是真有用 你那個 沒用啦 火星人改文的事件 就Bruno Mars這個事件 讓大家更加體認到我們台灣的現實 也就是啊我們台灣現在現實 所以那個Bruno Mars 他在這個微博上面他表態中國台灣 那這就是我們現實 所以我們要認識到我們現在台灣的這個現實啊 所以呢他就提出一些解方了 我覺得能激勵討論很好 自己思考有什麼方式能夠慢慢改變 讓自己能越來越理性有智慧以及強大啊 所以這位這個Trade上面的這個青鳥網友 就提給大家提出一些方法啊 面對台灣現在的現實啊 有什麼方法讓我們能夠有理性有智慧 以及能夠更強大呢啊 第一目前想到的方式有 可以認真去追阿苗的直播啊 就是說 去追苗伯雅的直播啊 你就可以越來越理性有智慧跟強大啊 然後呢他要去黑熊學院上課啊 然後再慢慢開始關心 然後了解政治認真用選票做選擇啊 這就是這位網友給大家提供的解方 就是 台灣現在 處境很危險啊 面對中共的這個打壓 我們要讓自己更有智慧 更強大 怎麼做 去看苗伯雅直播 去黑熊學院上課 然後呢 帶著你的一生的智慧 再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我的天啊 我不知道耶 這個各位網友 你們怎麼想 我不知道我結巴了 我看 剛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這位網友是在反串 他是不是在偷偷的在黑青鳥 就是在反串 有一些反串文嘛 就哇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怎麼做就做 搞得發現原來是反串的 但是他不是反串耶 他的什麼 My Noto 他的圖還是一個台 就一個台灣 一個台獨的圖 他就是正港的這個台派青年耶 我的天啊 原來台派青年是覺得這樣子 我們台灣就可以強大 可以有智慧有未來 我跟這個各位台派青年 我們認真認真的討論一下 台灣現在的困境了 對啦 就是說 台灣沒有辦法 一支一支在國際上被打壓 就老共這個邪惡勢力 他勢力又大 所以大家都講我們是中國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啊 可惡啊 那我們要擺脫啊 美國他雖然口頭上不講 他的暗地是支持我們的 好不好 那我們要讓自己 越來越強大 要擺脫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要讓Bruno Mars 在這個微博上面 不敢再po 不會再po什麼中國台灣 他就直接po台灣了 好不好 我們要讓Bruno Mars 能夠變成這樣子 那 你去看苗波亞直播 有用嗎 你去黑熊學院上課 這個Bruno Mars 就會 在他的微博上面 就po 台灣好棒 你看大家都去 看苗波亞直播 大家都去黑熊學院上課 所以 我Bruno Mars我就po 好啦台灣啦 我就不叫中國台灣了 這個 有任何幫助嗎 請問一下這位青鳥朋友 然後台灣的這個 國際地位就更提高了嗎 你去看苗波亞直播 你去黑熊學院上課 你到底在公三小朋友啊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耶 我 葛哥我啦 柳傑克葛哥我 給這個青鳥一個解方 就是說 以現在台灣面對這個困境 顯然就是你去看阿苗直播 你去黑熊學院上課 你也沒有辦法 改變這個Bruno Mars 他在微博上面 寫中國台灣的事實啊 他下次如果再來開演唱會 他還是會寫中國台灣的 我跟這個青鳥的朋友們講 要怎麼樣才能讓Bruno Mars 不寫中國台灣 就只寫台灣 謝謝台灣 我告訴你們 接受九二公司 相信我 接受九二公司 為什麼 因為 中國大陸這邊 這幾年 對這個台灣的這個 這個打壓 嘴巴裡面打壓 就是說這個管控 讓台灣的這個空間 更限縮了 就是你必須要是中國台灣 你一定要在台灣前面 加上中國兩個字 其實喔 在馬英九時代 根本沒有 不需要加上這個中國台灣 就你直接講台灣 甚至就是什麼 一個中國各自表示 我們講中華民國台灣 其實也可以 那他前面不用加中國 就直接台灣了 真的 完全就是台灣耶 所以 你只要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民進黨 你民進黨執政 那你就不要一個中國 然後你硬要在國際上 搞什麼 去中化 然後講什麼台獨 搞這些運動 所以老共這邊就覺得危險 他心裡就不安 所以他就要強制就是說 你要表態 就講台灣是中國的 所以要在台灣前面 M加上中國兩個字 其實以前沒有的 兩岸九二共識的時候 李登輝的時候也沒有 我們就直接講台灣 然後也就OK啊 台灣很好啊 就兩岸一隻 以前一隻是講台灣的 也沒有 講什麼中國台灣 都是在蔡英文以來 這幾年才加上去的 所以 我跟這位青鳥的朋友講 哥哥給你一個解放 而且真有用 只要我們接受九二共識 未來 兩岸就好好地互動 不要搞這些有的沒的 未來台灣的空間 其實會更廣闊喔 真的 未來Bruno Marx 來台灣開演唱會 他可以大聲地講 我愛台灣喔 他在這個微博上面 前面也直接講 我愛台灣棒棒的 然後台灣喔 這樣 沒事 因為我們這邊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台灣前面就不用加中國 空間大一點 模糊的空間大一點 好不好 這個比你看阿苗的直播 比你去黑小學院上課 有用一百倍 相信我 我這個是真有用 你那個 沒用啦 沒有用啦 好不好 好來 火星人偷偷三國旗喔 趙少康要台灣人 不要玻璃心喔 批對老美就不敢講話 沒錯阿就是 民進黨就是 對那個美國人就不敢講話 如果今天是 比如說我們台灣的藝人好了 林一誠 什麼楊成林 那就 就開始 就開始批評了 林一誠講我是個成都 我是成都人 因為他爺爺本來就是成都人啊 對不對 那所以他在綜合道路節目 他說我是成都人 我們就開始出征 那Bruno Mars 講台灣是中國的 那你怎麼不出征 為什麼 你看到美國腳就軟嘛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藻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